MIC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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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今天大厂不断占据财经版面 尤其今年5月惨遭中国大陆封杀 禁止关键产业采购美光的产品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书莫 率团前往北京访问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会面 也传出美光成为其中讨论一题 目前全球三大记忆体晶片 包括南韩大厂三星SK海力士 还有美光就囊括9成以上的市占率 外界担心中国大陆的封杀令 会让两家南韩大厂的市占率快速增加 但专家却对未来的市场发展很乐观 成为美中晶片站下的牺牲者 美光就怕左以待毙 除了在印度展开布局更将未来20年 砸下高达千亿美元在美国扩增新厂 号称将展开美国本土最大的晶片厂计划 会需要这么大的厂房就是美光主要生产的是记忆体晶片 不论是中央处理器还是绘图处理器都需要大量的记忆体支持 游戏生成是AI的热潮 也带动记忆体晶片的需求量 今年美光的股价就大涨超过三成 强调在AI热潮中 抢下先机包括新一代的HBM 记忆体晶片就成为推动AI运算的关键 科技研究机构预估到了明年 记忆体晶片的价格可能还会再上涨三成 虽然看好需求量但就怕美中晶片战再度遭殃 加上拜登政府力拼晶片本土制造 纽约四间新厂预计明年动工 2027年就可以展开生产 今天只有2%的全世界的通过屏幕 D-RAM production是从美光的内容 而全都出现了由美光的核 在曼西, Virginia 和美光的投资产 通过CHIP的支持 在 Boise, Idaho 和 Syracuse, New York 那2% 在近20年 在晶片法案以及纽约州政府的经营费补助之下 美光计划未来20年要把美国生产的晶片 市占率从10%增加到将近60% 要把遭到中国大陆封杀的危机 转变成带动美国记忆体晶片制造的准机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